开心出游爆发消费纠纷 一名网友在脸书抱怨宜兰罗东的民宿 擅自取消他的订单 网友强调他原本因为血碎事故会晚点到 但业者说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入住款项照扣 网友只好取消原定行程立刻赶往 到半途却收到民宿取消订单的通知 而且当时约定时间还没到 对此民宿业者回应 双方在沟通时有点不愉快才会取消订房 事后也已经提出赔偿 阳光穿透大片玻璃洒进室内 位在宜兰罗东的这间民宿评价不错 在旅客间口耳相传 不过却有网友在脸书抱怨 说自己差点被丢包 网友表示这个月12号入住前 收到民宿提醒要在6点前报到 但他因为血碎的事故向民宿表示 塞车会迟到半小时 业者告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入住款项会照扣 这名网友只好取消原定行程配合 并表明会准时赶到 没想到过了20分钟后 网友却收到取消订单的通知 民宿业者表示 因为规定您来了彼此也不会开心 才会取消订单 回复让这名网友相当不满 对此业者私下回应 当天在沟通延后入住时 双方都有点不快才取消订房 绝不像文章说的毫无弹性 而且事后他们也有付出赔偿 消保官则强调 业者限定入住时间已有失公平 消费者可向民宿方请求房价总额一倍的损害赔偿 预定的是这个晚上的住宿 而不是说是几点前一定要到 所以基本上业者如果有这样的规定 对消费者来讲 显示公平是无效的 提醒民众订房付款前 别忘了多沟通 以免爆出纠纷 开心出游却换来买肚子气 记者综合报道